帛琉旅遊泡泡 從昨天開始管制家延 昨天晚間有一班 從帛琉飛回的華航航班 抵達桃園機場 旅客全部採取新的隔離措施 這架航班昨晚八點五十三分 抵達桃園機場 有數名旅客 其中三名帛琉民眾來臺就醫 他們先被引導到後機室 瞭解檢疫內容及登記檢疫表 並和一般旅客分流分批通關 昨天開始從帛琉入境者 需五天公費入住集中檢疫所 第五天進行PCR採檢 陰性者改九天加強版自主健康管理 期間還要做兩次居家快篩 及再次的PCR檢驗